二战后失业问题较为严重 组房短缺 未争取改善 劳动条件 供人们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罢工斗争 随着二战的结束 原来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此时更为突出 杜鲁门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和稳定社会 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 15年9月6日 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一份国庆之文 即公平施政纲领 和纲领有两个原则 一是解决失业问题 二是扩大社会福利 具体措施包括扩大失业补助 保障充分就业 取消工资管制 提高最低工资限额 扩大联邦住宅建设规模 为低收入家庭建设联租房 扩大社会保险范围 建立国民医疗保险制度 由国家提供贷款和津贴 稳定农产品价格 力争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杜鲁门的社会经济改革政策 分着四个 25 10 10